据央视3月9日报道 俄乌两国外仗集会谈即将开始 虽然俄乌双方已经展开多论谈判 但高层直接接触还是首次 而在开始前 俄乌双方相继表态 表达了彼此的诉求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俄方所有的军事行动 都是以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的 俄军将消除因为北约在乌克兰境内存在 而给俄罗斯造成的军事威胁 扎哈罗瓦还表示 俄军的任务中不包含占领乌克兰领土 也不会致力于推翻乌克兰宪政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表示 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直接对话 只有相互妥协才能停止这场战争 他还表示 俄乌双方已经进行了多次谈判 每一轮都以结束战争作为最终目标 乌方已经准备进行一些妥协了 俄方也必须愿意妥协 泽连斯基表示 与普京直接对话才是解决僵局的唯一方法 而至于乌方将做出哪些让步 泽连斯基表示 在与普京会谈之前不能透露 但在三轮谈判后 泽连斯基曾表示 可以就克里米亚问题 与乌东顿巴斯地区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 泽连斯基表示 三处地点可以以乌克兰暂时被占领的领土的名义 维持现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